为什么说但凡来相亲来找感觉的 基本上都会失败 你信不信 我见过很多 见完一面就跟我说 哎呀老师我对他没有感觉 无论男女只要你是来找感觉的 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肯定找不到 除非你自己是一个颜值很高的 气质弹度又非常好的 情商还特别高的人 你能在短时间内吸引住对方 对方也跟你是一样一样的人 那么你们才可能产生了一个感觉 为什么 其实科学早就证明了这件事情 感觉它是人体荷尔蒙在起作用 而这种东西却往往来自于颜值和外在的一些吸引 甚至是某种环境下刺激了才会产生的 所以如果咱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相的人 那就别到相亲市场上来找感觉了 我之前有一个38岁的未婚女 学历很高 收入也很高 工作方面非常优秀 她跟男士见面就一定要找那种爱 长相好的阳光的 人还特别优秀的 得hold得住她的 但是她最大的短板就是长相平平 个子矮身材胖 性格强势 说实在的 就这样的她 跟那个她理想中的男人坐在一块 她自己倒是能够产生出感觉来 但是对方呢 能对她产生出这个荷尔蒙吗 我觉得有点难 结果她相了几十个都没成 活生生把自己拖到了40多岁 那些能看上她的呢 她说没感觉 她认为没有感觉 就不可能往下发展关系的 根本就没有接触一下的欲望了 所以啊 但凡是过了30岁的女生啊 还要看演员的 还要找感觉的 还要想一见钟情的 还要寻找爱情的 还要想谈一场轰轰烈烈爱情的 你们不觉得自己有一点幼稚吗 你这么多年了也没有找到爱情啊 现在30多岁了 你还要来找爱情 很多女人她的思想啊 就跟不上趟嘛 相亲市场真的非常现实的 你跑到这里来找感觉 找爱情 真的有点可笑的 因为这里就是谈条件 讲的就是交换 适合是结婚的人选 可能你觉得没有爱情 结什么婚啊 我不反对你这么想 但是我所见过的相亲成功案例当中 90%都是通过相亲认识之后 综合评估对方的人品合适 性格合适 兴趣合适 逐渐呢 在交往当中建立起来了感情 最后呢 走进了婚姻 在这里一见钟情不是没有 但是呢 都没有多长久 很快就黄了 所以咱们的重点啊 应该是 看对方是不是一个人品好的人 是不是有个责任心的啊 是不是善良的 是不是会照顾人 会不会懂生活 热情正能量不 有没有耐力 懂不懂经营感情等等这些 而不是来追求那个演员 追求那个感觉的 现在30好几的人了 咱就别再追求那个什么 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了 行不行啊